引颈期盼的柔佛州屋大臣人选终于出炉 柔佛州希望联盟秘书兼甘巴士州议员奥斯曼 今天下午在五级士林王宫 向柔佛苏丹伊布拉辛宣誓就任柔佛州屋大臣 镜头转到森美兰 今天早上森美兰希望联盟主席兼小甘密区州议员阿米努丁 身穿整齐黑色马来传统服装 在神安池王宫向森州最高统治者 端顾穆里兹殿下宣誓就职出任森州大臣 至于原本今天早上准备在彭亨北根阿布巴卡王宫 宣誓就任成为第五任大臣的国镇彭亨州主席安南耶古 宣誓仪式突然喊咖 并会展延到斋戒月第一天前举行 彭亨摄政王东顾阿都拉随后回应记者时说 临时取消州务大臣宣誓就职仪式是因为在这一届有很多新面孔 因此殿下认为有必要暂缓仪式先去了解这些议员 真的没有问题 我需要时间多 我能知道所有人都都在拥有兴 都在很有安全 那就是 如果您可以知道 我能尝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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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